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 日本多地气温上升 首都东京部分地区 更是路德设施38度或以上的高温 截至昨天 东京已经有超过百人重暑 紧急送院 日本气象厅已经向39个县 发布重暑警报 日本多地热浪持续 当地气象厅观测 位于首都东京市中心 西部的巴王子市 出现摄氏37.6度的高温天气 北部群马县最高气温 也达到了摄氏38.2度 受访民众苦恼表示 高温天气严重影响日常生活 气温不断走高 市民全副武装防晒出行 除了必备的雨伞和便携式小风扇 一些人还发挥创意 自创降温神气 根据气象厅 从星期一开始 日本全国气温都会上升 最快在这个星期才会好转 全国47个县中 当地政府已经向其中39个县 发布重暑警报 如果您立刻看下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